2024年3月27日 第十二维度造物主 什么是与源头对齐传导丹尼尔斯科兰顿 一者扬声传导 我们在这里为你们服务 我们是造物主 我们是一个由非物质存在组成的第十二维度集体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提供帮助 当你们与源头不一致时 你们确实会注意到 然而对于这种存在状态有许多不同的名称 也有许多不同的描述方式 你们应该利用从你们的情绪 你们的身体和你们的生活条件中获得的回馈来确定 你们的意识是否指向正确的方向 当你们将你们的意识指向内并发现于你们正在寻求的源头 对其实那里的一切 包括物质及其条件都会为你们照顾好 但这对于那些被教导要透过言语和行动来操纵世界 以使其符合自己的愿望的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 而且你们还被教导说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擅长这一点 现在与源头一致但一无所有的人往往比与源头不一致 但拥有一切的人更快乐 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必须放弃一切才能与源头一致与源头 这是许多人必须释放的东西 因为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这是一种限制性的信念 新时代的许多人将其视为真理 你们不需要为了拥有其他东西而牺牲任何东西 你们不需要牺牲物质财富来与源头保持一致 所以这对你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机会 看看你们是否正在放弃与源头的一致性 因为你们认为你们需要这样做才能得到你们想要的 在你们之外的东西 现在你们中的一些人想知道与源头对齐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们将告诉你们 我们谈论的是你们在情感上想要感受的方式 我们谈论的是你们根据你们想要的振动进行操作 当你们专注于那些带给你们快乐和照亮你们的事物时 你们会感觉与源头保持一致 当你们专注于缺乏你们想要的东西 或是你们无法拥有你们想要的东西的原因时 你们就与源头脱节了 当你们专注于别人对你们说的话伤害了你们的感情时 你们就与源头不一致了 而当你们专注于一朵花的美丽时 你们就与本源对齐了 源头就是那朵花 源头也爱那朵花 因此 你们确实在生活中寻求平衡 既要集中精力与源头保持一致 又要采取你们需要和想要采取的行动 最终 你们希望你们的行动能够从找到与源头的一致性的地方得到启发 然后这些行动就会富有成效 这些行动往往是与源头一致的表达 而不是你们为了得到你们想要的东西而做的一堆事情 因此 如果你们知道这一点 任何理性的人都会先寻求与源头的一致性 我们知道你们是理性且有逻辑的人 因此 我们要求你们更定期地思考 你们正在思考或正在做的事情是否让你们更多地进入与源头对齐的空间 再说一次 你们不需要为了得到你们之外的东西而放弃它 但你们确实需要相信你们与源头的对齐会为你们带来你们想要的一切 它还会带给你们灵感的想法 然后你们可以根据这些想法采取行动 这样你们就可以快乐地采取行动实现生活中想要的结果 我们邀请你们将此作为你们一天中的常规练习 并注意你们的生活因此而发生了多么奇妙的变化 非常好 我们是造物主 我们非常爱你们 2024年3月27日 大天使迈克尔 协调身体 情 序 体 心智体 传导 Rona Wasong 一者扬声传导 更高意识的三个层面的演变如下 通往更高意识的桥梁式心轮 情绪体感觉透过灵魂神圣的心知中心进化 心智体意识透过神圣心智和灵魂意识进化 灵性意识成为透过灵魂的第三个组成部分 以及当前的居民超灵更高的自我 亲爱的大师们 当你们调谐到光的中第四维度频率时 你们就放弃了你们过去所知道的作为人类的想法 这是你们的灵魂意识出现的时刻 因为你们允许它成为你们生活中的主导影响力 这意味着你们开始倾听身体元素的智慧 以及它发出的信号 以了解什么适合你们的身体和情绪健康 你们的DNA和你们身体的细胞开始整合更高频率的光 逐渐的 你们开始振动并调携到新时代的精烈能量 这个转变的过程可以比喻未旧的自我意识的死亡 这实际上是去除幻象面纱的过程 当你们整合你们的超灵高我的每一个新层次时 你们吸收了你们更广阔存在的那一面的智慧和启发 你们正处于摆脱多层密度的过程中 这些密度是你们在尘世经历的许多时代中吸收到经常中的 光将使你们自由这句话是真实的陈述 因为光正在溶解你们长期以来所携带的一层又一层的消极情绪 当你们向内转向时 你们开始在你们自己创造的精致光场中运作 并学习在当下时刻的力量中保持专注和集中在你们的神圣之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们作为光变形者 开始汲取并整合最大数量的造物主之光金刚粒子 然后你们有意识地将剩余地辐射到人类和世界 当你们内在达到某种程度的和谐时 你们就打开了通往更高维度的物质身体门户 扬生脉轮或眼水 以及头骨底部的迷走神经 以及你们神圣的后门心和你们的神圣思想 这些是扬生过程中的主要步骤 当这个过程完成后 你们就可以顺利进入第五维度的第一个子级别 在那里你们的入门级神圣三合一正在等待欢迎你们 亚当夏娃卡德蒙身体是你们最初的个人化种子原子神自我 处于完全意识的光体形式 由耶洛阴光之主形式建造者做为人类原型创建 亚当卡德蒙体现了男人女人最初完整的神圣和灵性本质 他与你们个人的超灵光体不同 后者正在向神圣意识进化 你们的高我 你们的灵性超灵体 以及你们的神圣三位一体 都是你们神我 你们最初的光体的折射面向 卡德蒙光体有能力采取任何必要的形式来创造和体验你们 父神母神对这个宇宙的计划中的所有形式的创造 亚当夏娃卡德蒙是一种灵性 物质创造物 在神圣创造的所有周期中化身于行星世界 身体 在最初的觉醒过程中 人们渴望转向内心并轻拼灵魂的内在智慧 这种灵魂意识包括你们的身体元素 记忆种子原子 其中包含你们最初的亚当夏娃卡德 蒙光形态的完美蓝图 情绪体 首先 你们会意识到你们的情绪透过你们的欲望 需求和欲望来控制你们 从长远来看 这不会带给你们幸福感或满足感 你们开始转向内心并质疑你们的人生选择 问你们的行为带来了什么结果 你们开始寻找生活中痛苦和不满的答案 当你们逐渐注意并遵循灵魂的指导时 你们的超意识的声音就会变得更强 当你们变得舒适并开始依赖这个更高智慧的声音时 自我欲望体逐渐放弃控制 灵魂自我成为你们生活中的导演和指导影响 你们开始使你们的意志与你们的更高自我的意志保持一致 因为你们逐渐学会了相信来自你们神圣思想的灵感和直觉思想 最终 你们开始从更高的角度看待生活中所有的互动事件 你们可以透过对人际互动的更精细的看法来培养情感超然 经历了大部分重要的情绪考验后 你们会对人类情感的本质有了更好的理解 再一次 你们学会顺其自然 并将你们的考验和挑战是未成长的礼物和机会 当你们努力生活并专注于当下时 你们已经学会了与过去和解 并规划你们的未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 情绪体的振动模式逐渐被提升到物理领域的磁力之上 心智体 你们开始意识到你们的潜意识和意识的局限性 你们会看到你们在大众意识信仰结构中是多么僵化 有限和卡住 你们愿意开始自我分析过程 重新评估你们的态度 判断和程式设计概念 当你们寻求了解自己为什么在地球上以及生命的更为大意义时 你们开始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愿望 要将你们的知识扩展到物质现实之外 你们的本能思维让位给你们更高的智力思维 逐渐的你们可以进入你们的神圣直觉思维 当你们的灵魂自我成为你们命运的导演时 你们的生活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得更好的变化 然后信仰和信任就成为一种与生俱来的确定性 一切都按照神圣的秩序发生 你们也确信自己正走在一条螺旋上升的道路上 通往更精致和谐充满爱的现实 你们要做的就是停留在当下 一步一步地走 因为道路在你们面前打开了 我是大天使迈克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